健康2.0 凱云陪你守护全家再升级 观众朋友今天要带大家来看 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头 有没有一个不定时炸弹 最近的新闻真的是吓坏大家了 赵建敏的弟弟赵建勋 他自己也是医师才50岁而已 也不知道自己有脑洞脉瘤 然后倒下来之后呢 觉得头痛也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去就诊 最后就这样回天乏术 我们身上有没有动漫瘤 我们要如何知道 那么可以进一步的提前来监控他 甚至提前拆弹就不会遇到 这些麻烦的状况了 其实在我们现场泡肩过来 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就发现了自己身上有动漫瘤 那你发现的过程是怎么样 对 因为今年大概因为我50岁 想说每年都有固定的见解 都是走这种比较便宜的路线 但想说因为50岁就给自己好一点 对自己好一点挑一个贵的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肺部的CT scan 就是全身的 这个比较精密的一个技术 尤其是因为我们家里有 这个所谓的心脏跟脑的家族使用 所以我就特别对我的心脏 还有脑做了一些电脑断层的部分 结果这几天扫完以后 然后他因为还没 去看报告 因为就打来说 打来说 Paul先生 然后说怎么了 他说我们发现因为你的这个电脑断层 发现你的这个胸部有一个4.6公分的主动脉瘤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对 完全不知道任何意思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根本没去看报告 他已经主动打来 所以想说应该是蛮严重的 他已经打来说有4.6公分的主动脉瘤 我还没意识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他又说等一等 我们Paul先生 因为除了这个4.6公分的主动脉瘤 我们还发现 你们的心脏先天人家有三个磅膜 但你只有两磅 所以你先天少一磅 所以他就马上帮我预约了 台安的孟修医师 然后我们当上去看这个报告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原来看你们的CT 原来你的主动脉瘤 位于我们的身主动脉的位置 而且你的心脏磅膜 先天也少一个 少一个 然后所以这个 因为我们好像是看的是心脏内科 所以他把我转接到了 台大的心脏外科的王子贤医师 然后再看过一遍以后 他觉得说 评估一下说 这个东西到底需不需要 来做进一步的诊治 或进一步的治疗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很迷糊 不知道到底状况该怎么办 因为网络上 很多人第一步遇到 最有点时候去查网络 但网络上的这些资讯 其实非常的吓人 我必须说 所以第一步自己要先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以后 我们问了这个王医师 王医师看以后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的 位置在位在生主动脉 然后那生主动脉的话 可能不能用围窗 或放支架的方式 必须要用传统的开心手术 但是呢 目前他们的这个标准是5公分 那你在4.6公分 在边缘的位置 还差一点点 还差一点点 那我说 怎么会那么差一点点刚好呢 所以第一个 这是第一步 等一下等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还好 还没到5公分 但是我又觉得说 如果5公分的话 就可以马上处理 但是还没5公分 那其实0.4已经差不多 那这种危险程度已经差不多 所以这心情其实是还蛮两级的 然后第二个 他说如果要开的话 是一个传统开心手术 那第一个 第二个 考量到他做了另外的检查 考量到你两个心事 心事差不大 因为你的这个半膜只有两半的话 就表示可能会发现有逆流的问题 那如果逆流问题 心事压力差还不大 表示这个 你的这个衰退 半膜的衰退问题 还没那么严重 所以他讲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 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话 因为这是传统的 开心手术 所以可能一次做的话 就要把这个神鼠脉流解决 跟这个半膜部分一次解决 所以基本上考量到他的 复杂度跟困难度来讲的话 最好我们先观察 先治疗 先每半年观察 然后追踪一次 然后我听完这些以后 所有这些以前 我的老婆还不知道 你自己去面对 我自己去面对 因为我怕 因为你知道老婆通常都是比较 容易受惊吓的那一群 我自己听到 当下听到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震惊 跟shock 跟怀疑自己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甚至去Google一堆 很多很可怕的 这些言论或什么的 甚至要跟各位观众提醒的是 我在50岁以前 就跟刚刚我们聊到一样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状况 很多人是因为 对对对 你完全没有症状 也不会喘 没有任何什么胸闷胸痛 而且我之前还因为 从这个78公斤 减到64公斤 所以那时候呢 长期的这种 很激烈的运动 做重训 然后每天跑步游泳 然后上山下海 甚至还去爬山什么的 完全没有任何胸闷 不舒服 就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 50岁还是一尾活龙 因为毕竟娶了一个 小我17岁的老婆 对不对 身体要顾好 对不对 所以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直到是 到了这个以后 才被我们的医生 医院通知说 有这两个状况 然后后来回想起来 因为爸爸脑腻血 因为妈妈有心脏的病史 所以感觉起来说 非常的 会接下来会感觉说 我应该要怎么办 要不要跟老婆讲 就我是有一天 我自己在阳台这样受不了以后 我女儿抱着我 我忽然想到说 万一爸爸不能陪你们怎么办 忽然想到这个就 一直流眼泪 然后我女儿就说 爸爸你不要哭不要哭 那时候我老婆在出院说 发现印语状说 怎么了 那一定有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最近 你什么健康检查 因为你平常 我们到这个年纪 也没什么好烦恼 我就跟他讲是 然后果然 他听到以后 反而他是比我冷静的 他说以后 所有的这个检查 他都要跟我一起 因为动脉瘤的问题很复杂 我们特别请到了 两位一级专家 这是健康2.0 跟大医院一起合作的 所以其中一位 是高雄荣总心脏内科的 郭峰玉医师 另一位是这个 林口长庚心脏外科的 陈少伟医师 好 我先请教一下主任 什么叫做主动脉瘤 那像泡酱4.6公分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主动脉瘤就是指心脏 血管 主动脉异常的膨大 它成因可能是 动脉硬化 或者是高血压 高血脂 还有抽烟 肥胖等等 那一般的动脉 它事实上是比较 一开始是正常的大小 但是如果说 长期的动脉硬化的话 它就慢慢的在一个地方 变成局部的膨出 这个动脉并不是肿瘤 它是一个 在动脉某一个位置 它会有一个弱点 它就会膨出来 就变成是一个瘤 这个样子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控制到 血压跟心跳 如果我们要把它控制好的话 它可能就会越变越大科 好 来 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假设我的手是我们的血管的话 它很容易就在交叉的地方 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弹性 可能不够 它就膨一个那么大 那你看我们的血管 可能比较小 我这个手的 还比我们血管粗了吧 是不是 它膨一个这么大 这个大概几公分 这个三到四公分 还比较4.6 所以泡的还比这个大 我们是用水球来适应 你可以想象 哇 它膨出来 那你知道气球 如果我们吹它 严重的话会怎么样 严重的话会爆 这是我们最怕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告诉大家提前发现 你就有机会去控制它 所以你说像泡是 比这个小一点点 这个是5公分大 对 如果4.6的话 它会比这个小一点 比较大 可是你看它也没症状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 如果说有高血压 有一些高血脂 可能产生动脉硬化的因子 我们就要严格控制 这些危险因子 不要让它产生 甚至在发现了之后 应该要严格控制好血压 让它不要变大 甚至不要破裂 因为血压高的时候 就可能像我们吹气球一样 它这样挤它 可能搞不好这颗水球 就会破了 所以这很重要 但是为什么会完全没有症状 它这么大 不会压到我们身上 其他地方产生症状吗 其实如果它在 没有太大的情况之下 确实它不会有太大的症状 但是如果它有压到 某些器官 比如说它压到我们的神经 比如说我们左反喉神经 那么声带就会晒 因为反喉神经 是来控制声带震动的 那么如果你够大 压迫到了食道 你突然会困难 压迫到气管 你可能会觉得容易咳嗽跟喘 但是如果你都没有压到 确实可以没有症状 所以这个就是说 平常为什么我们要提 像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病人 一定要去量血压 你即使到了 你没有什么家族时 你还是在50岁以上 你应该至少一周两两次的血压 如果那个家族病史 对 130 80 定义就是高血压 那么如果你又有肥胖 抽烟 还有食用酒精喝酒的话 那你可以更加注意 它会产生这些 所谓的动脉瘤的出现 OK 对 所以我们就要再注意这些状况 这些都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已经出现症状 有类似 生育杀 突然困难 不管什么原因造成 都一定是身体里头有问题 赶快去找医生 做进一步检查 那陈医师 像Paul还有一个另一个问题 就是半膜少了一片 那半膜跟我们的主动脉瘤之间 会有任何关系吗 因为有的人搞不好知道 自己半膜有状况 我们正常的这个主动脉瘤 应该是一个三瘤的结构 就像一个冰室型 就像冰室 对 所以它是有三个叶片 那有部分的病人 就是先天性就有问题 1%到2% 其实是最常见的一个 先天性性脏病 叫两瘤式或双叶式的 主动脉瘤 它就会像上面一样 像鱼嘴型一样 那这样子的瘤 对 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问题 它会比较早退化 所以可能在五六十岁的时候 它的这个半膜 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合 有可能打不开 有可能关不紧 那跟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主动脉瘤有什么关系 这些病人常常会 伴随着生主动脉瘤 真的喔 对 就是这样的病人 它先天性大概这辈子 有50%的机会 半膜可能要处理 那有在四分之一的病人 他有可能生主动脉 会变成主动脉瘤 需要治疗 所以一旦发现这个两半式 或者讲我们双叶式的主动脉瘤 他必须要一辈子追踪 所以如果有的小朋友 他从小检查心脏 就知道他的半膜有问题 家长也必须要特别帮他做注意 好 那彭医师 你有遇过半膜有问题的病人吗 他的脉象拔起来 跟我们正常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来分享一个 35岁女的律师的病人 然后他来的时候 就是说他很容易疲倦 然后每天大概在中午 12点1点那时候 就是眼睛都完全脏不开 可是那个时候通常是 工作最忙碌 甚至要打官司的时候 他真的很困扰 他就说中医看能不能调一调 因为他去检查也都正常 然后中医问诊之后 就是妄文问妾 把脉的时候 我们左手的这个不同的位置 三指 它代表不同的脏腹 食指这里是肺 然后中指这里是心 然后这个无名指这里是肾 所以我们手一搭上去 我们会先看看肺跟心的脉象怎么样 完全就是沉而色 沉而色意思就是说 里面血很少 因为这边是饶动脉 它如果很沉 就是你要压得很底 你才会感受到那个动脉在跳 了解 所以其实如果是浮脉 就是血多气多 但是沉的这个脉又色 就是它血少到 还有点循环不良 我说你没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吗 因为你这个血 你看中医一把就知道了 就很奇怪 因为它看起来瘦瘦的 也不像是高血脂的病人 可是这个血怎么会这么虚 你是有贫血吗 他说我是没有 但是我有先天的二肩半脱垂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我说有可能 那一样门关不紧 对 就是关不好 所以它的心脏功能 他说对 我有时候会觉得心跳 就是会不规则 然后没有特别的不舒服 但是就很容易累 他再次强调 我就跟他讲说 春夏这个时候 我是中医讲阳气的时候 那中午12点 也是对应到这个阳的时候 所以我建议他在中午 11点 12点跟1点 这三个时刻 都小睡或是闭目养神 5分钟 你要学起来 11点 12点跟1点 各一次 对 就是只要静下心来 心平气和的闭目养神 5分钟 让你心平气和就很够了 第一个 对 那如果没有办法 因为他在工作的人 没有办法真的心 这个时候可以闭目养神 对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其实我们也会建议他说 可以去运动 他说我从来运动都不会流汗的 我就跟他讲说 汗在中医来讲叫做 汗为心之意 是 就是说心脏多余的气血 他会透过流汗这个方式 所以碰你很容易流汗吗 对 很容易 很容易流汗 所以他就心气非常的旺盛 对 因为他是属于主动 慢慢流汗 他是就是比较多的气 多血的嘛 对 那他是只有贫血 他完全流不出汗来 我就说你运动到 你会流汗的时候 就是表示身体的功能比较好 因为如果说不会流汗 表示心气不足 这样对身体更不好 那穴位呢 如果说 我们的绍跟绍则穴 对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 建议他中午如果真的 没有办法午睡的话 小指有一个很好的穴位 怎么着 对 因为筋肉 他就是从胸走到手嘛 尤其是肺心包跟心筋 都是停留在我们的指尖 所以我们的小指的内侧 内侧 这心筋的穴位是要从 然后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 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这样捏捏他就好了 对 就捏捏他就好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 休息五分钟的时候 因为心脏的营养来源 必须透过小肠的营养吸收 你才会有很棒的 心跳的心气跟心血 所以就在指甲两端 我们这样捏他 对 对 你捏的时候 最好是可以持续15分钟以上 它其实会反过来 刺激你的心筋 跟小肠筋的筋 如果是增加你的心气 那有没有 因为我们心脏在左边 会左边比右边好吗 还是说两边要平均时间 其实中医他会讲男左女右 所以我们会建议 女生先按右手 男生先按左手 因为中医是讲阴跟阳 对 对 对 所以右手就是女生 因为女生总是正硬的 所以右手就是阴嘛 然后心脏的动脉是阴气血多 所以女生可以先按右手 然后男生先按左手 可是两手都要轮流按 这样效果才会好 按起来很舒服吧 其实按完以后 那个精神特别好 真的 我也有觉得 眼睛亮起来 就这么简单而已 我为什么要赶快做 有一只会觉得比较不舒服 通常就是会有其中一手 你用力按 可是有一手怎么用力都不会酸痛 有一手会比较酸痛 你就先按那一手 左边 左边 男左嘛 那瓣膜的问题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有心脏外科医师来 瓣膜到底从哪里来 我们常听到生物瓣膜 这是从什么动物来的 一般的生物瓣膜大概是两种类 一个是珠心做 就是珠心瓣膜 另外一个是用牛心包膜做的 就是牛身上来 大概就这两种动物为主 那这个跟金属的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什么有缺点 OK 一般来讲 金属瓣膜的好处 我们想我们是要换一个门 那金属瓣膜就像铁门一样 它的好处是耐用 不会坏掉 可是因为这个铁门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它血液接触完 会容易产生血酸 就血块 血酸最怕就变成中风 大家脑部去 所以要吃抗凝血剂 那吃这个抗凝血剂 就生活上很多不便 食物的禁忌啊 那等等 那再来就是它要常抽血 要跑医院 那这个好处就是它耐用 可是它就要吃这个药物 那生物瓣膜的好处是 它不用长期吃这个抗凝血剂 不过它的坏处就是 因为人体会排斥这个 动物做的这个瓣膜 所以长期可能会坏掉 所以年限大概多久 如果是生物瓣膜 一般大概是15年左右 OK 好 大家就有一个概念了 广告之后来看 那么到底我们身体 有没有动脉瓣膜 我们要如何知道 另外所谓的像Paul这样的 生主动脉瓣膜 它又代表什么意思 如何在夏天 我们照着中医的方法来养心 马上回来 这四种人一定要学气功 喜欢喝冷饮导致气质血淤 喜欢吃甜食脸上长暗穿 喜欢熬夜脸色会变差 吃多喝多提前会衰老 怎么办 燕宽老师带你练气功 把这些调回来 今天带大家来看 你的身体里头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 不定时炸弹呢 动脉瓣 如果它破裂的话 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因此想办法去把它检查出来 那尤其是可以控制的 甚至拆弹的 我们就今天会告诉大家 Paul那像你是健检的关系 发现了4.6公分的 这个生主动脉瘤 后来也发现了说半膜少一片 你现在的生活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说实话 比较放轻松一点了 因为第一个 医生跟我们提醒的 就是说血压最重要 当然了 血脂这些三高的部分 要特别注意 那还好我在这两三年前 从78公斤减了17公斤下来 所以之前的这些三高问题 基本上都已经没有 但是医生还是说 因为本身 因为遗传性的问题 所以还有一些结石痛风 还有一些大肠脐肉的问题 这些东西 其实基本上 透过这个减了17公斤之后 就已经少了很多了 太好了 但是目前因为 还是因为心脏负担的问题 所以医生还是建议你说 运动可以做 但是第一个 做一些有氧 不要做一些无氧的 所以就是我们讲说 重训 重训这些 比如说这种的 你原本会做吗 会 每天 他每天这样开胸 因为男生就喜欢练胸肌 他会说这个东西 现在不要做 为什么不要做你知道吗 因为他说忽然的压力大 血压会升高 对 所以你有一些 比较这种 所谓强度比较低的 比如说跑步 尤其是游泳这些 所以我们现在每天 游泳600公尺 然后跑步两公里 然后基本上重训的话 顶多做一些 大概是这种 比较边缘的部分 就是二头肌 二头肌 三头肌 或者是那种 基本上有通到这种 所谓的主干的部分 也不多了 然后第二个 饮食的部分的话 我也叫我老婆说 尽量煮就比较 清淡一点 因为盐的话当然会加重 因为多纳的话血压会高 第三个当然就是少油 最主要是不要提重物 因为他们说 女儿像以前都会这样跳起来 爸爸抱我 这样跳起来就给我抱 忽然这样抱下去的话 这个所谓的压力 可能会忽然一下子来的时候 可能也会受不了 基本上还讲说 基本上只要按照这些问题的话 原则上 不会有太大的一些影响 OK 所以你看 就是在生活当中 你可以开始去控制它 去观察它 好 请教一下主任 那我们的主动脉全身 它容易发生在哪些地方 如果以主动脉瘤来讲 大概比较常见的两个 就是一个胸主动脉瘤 跟副主动脉瘤 我们主动脉从心上开始 它会先上升走一段 那就是所谓的生主动脉 所以PO就是长在这个地方 对 它长在生主动脉这个地方 这是所谓的上升动脉 然后经过一个转弯 发出四个重要的分支之后 它会往下走 那这个地方 分支的地方叫主动脉弓 那往下走的话是指降主动脉 那经过恒格膜之后 就成为是副主动脉 那另外一个常见的动脉瘤 就是副主动脉瘤 它通常是在肾动脉下方 形成一个异常的膨大 然后这个是叫副主动脉瘤 那你说动脉瘤还有所谓 真的跟假的这样的分别 有 如果是真主动脉瘤 代表它的层 血管层的结构是完整的 它是三层结构 有内层 中层 外层 肌肉层 但是如果是假性的动脉瘤 它是因为内皮有撕裂以后 它的血液跑到这个 这个三层中间可能是中层 然后它就形成一个 假性的一个动脉瘤 那这种的话就是跟 可能跟高血压 搬中物 有关系 那危险性呢 真的危险性多高 假的就没事吗 一般我们要看它的size 如果说真主动脉瘤 如果像刚破割的4点多公分 也许我们就先观察用药 避免劳动 做一些有氧运动不要太激烈 那如果说是假动脉瘤的话 我们就要小心 临床上如果它的变化 有在变化变大的 我们就要注意 是不是血压没控制好 饮食没有控制好 或者是酒继续喝 所以这两个 其实危险性都差不多大 都是一样会破裂的 真的啊 那破裂就麻烦 那一破裂的话 一个主动来破裂 其实有时候当下可能就走了 因为根本来不及开 它是在后腹腔 所以有时候开的话 其实破了 其实送到院有时候都来不及 OK 好 那陈医师像你们在面对 这些主动脉瘤的患者的时候 如果真的需要 去要进行怎么样的手术 那像Paul这种 生主动脉据说难度最高吗 原则上我们生主动脉 因为和心脏相连接 就是心脏一出口 就连接这个生主动脉 这个位置 它其实就算是一个心脏手术 所以它的治疗 目前大部分还是必须 要标准开胸手术 心脏要停止 心脏要停止 对我们暂时利用人工心肺基 暂时的取代这个心脏的功能 那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 我们快速的把这个生主动脉 做一个置换 用人工血管帮它做置换 所以确实生主动脉瘤的治疗 是比较复杂 那风险性稍微略高一点 那其他的地方呢 其他如果是在背后 譬如说的降主动脉 或是副主动脉 这最常见的 那一般我们都是用 微创的这个支架手术 除非这个支架手术不适合 譬如说这个支架 还是有一些适应症 它不适合 我们还是要进行 标准的这个置换手术 那我们也听过剥离 主动脉剥离跟破裂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危险性有什么不同 以生主动脉来讲 生主动脉大概破掉 就是走掉 所以常常说这个猝死 常见的就是 这个主动脉里有破裂 那有些病人它是剥离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血管 其实分内中外三层 三层 它的内层如果破了一个洞之后 血就顺着这个中层流进去 就把这原来的血管撕裂开来 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甲腔 真腔甲腔 这个地方 本来该走的是真腔 可是你现在多走一个路线 叫做甲腔 那当然甲腔如果扩大的很厉害 它就造成破裂 那一样是会造成猝死 所以很多人 因为主动脉剥离猝死的原因 大部分是破裂的关系 所谓的玻璃就是指说 它原本皮在这儿 就是说血管在这儿 它跑到这里来 就叫玻璃就对了 那玻璃原则上 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是如果它出现状况 就是包括破裂等等 就很麻烦 对 玻璃会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血管 只剩薄薄的一层 它随时会破掉 那第二个是 它会影响到全身的血管 以这个生主动脉 万一玻璃的话 会变成A型的主动脉玻璃 就我们常在新闻上听到 这个A型主动脉玻璃 那它会影响到 全身所有的脏气的血管 影响到脑部 可能造成中风 那影响到脏气 就可能变成长缺血 或是下肢去死 不要再说 太可怕了 我们赶快来养心 来同医师 所以怎么办 不管我们心脏 也没有问题的人 养心 你说有个养心健身操 对 我先介绍有三个穴位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手肘内侧 对 横纹的终点 然后你在按摩的时候 它就是要动你的手 让你的心筋的气血 可以比较旺盛 所以你可以用大拇指 按住右手的哨海穴 让它可以先做一个 暖身的动作 那一样是男左女右吗 对 然后右手按完换左手 两边都要 就是一个八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对啊 我看你怎么这么痛 可能要多运动一下 以中医的筋脉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不存在 现在的血管 或是结底组织当中 所以有的人 对于它的了解 真的比较少 但它其实就是 透过一个气跟血的 这个循环 来供应身体的状况 你刚也是说 左手比较痛 所以我觉得你 左手可以多按一按 然后第二个穴位呢 因为心 还有就是心包筋 心包筋 就是在我们的碗横纹 这样转过来 会觉得有点偏 下面三指的位置 那这个正中间的位置 叫做内观穴 我们中间讲内观心胸位 只要心脏胸部 还有肠胃相关的位置 按摩这个内观穴 效果都很好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用这样子互敲的方式 简单 对 比较简单 太好了 而且一次两边搞定 对 两边都可以按 然后最后一个 也是一样一个八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后吸穴 这就是我们小肠筋的穴位 它跟我们的这个 就是食物的营养 还有小肠的气血的来源有关 所以你就是 把它手握拳之后 感情线的起点 感情线的起点 对 突突的这里 按摩方式一样很简单 两手相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所以每天就是这样子 做个穴位按摩十五分钟 你就可以增强自己的 心气 心胞跟小肠筋 那你刚刚说十一点到 一点 对 十一点到一点 做这些有特别帮助吗 还是说任何时间效果都一样 我会觉得如果是跟心筋相关的 在相关经络最强的时候 做效果会特别的好 十一点 对 因为我们就量那个经络的时候 正中午十一点到一点 是心筋它经络气血最强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 尤其是你心气不足的话 按摩这些相关的穴位 它的提升值会特别的好吗 好 所以都很简单 都在手上 大家随时都可以做 尤其在中午那段时间 那么饮食上我们今天请到雷师傅 雷师傅我们说夏天要养心 你今天有用到养心的料理食材吗 对 我今天要做这一道是 黑鲍鱼的翠鱼百菇羹 有用到这个苦瓜 然后这个所谓的青贝鱼 就是黑鱼 用到一些菇类的东西 那今天我熬煮的这一锅高汤 很简单 就是用这个柴鱼跟当归 你的秘密是当归就对了 那接下来我就把苦瓜的部分 先把它放下去 去把它做一个熬煮 所以这一道会有点苦苦 不会苦干吗 因为其实我苦的部分 都已经把它削掉了 就留它的脆跟它那个甜度而已 所以你要苦瓜的那个口感 对 我现在先把这个 我们单位已经熬一阵子了 先把单位把它拿起来 你单位大概要熬多久 那个味道最适当 40分钟 40分钟 40分钟把味道煮出来 我们盖起锅盖 另外在锅子的这一端 我们先把它开起火源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加 这个芝麻油的部分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先放香菇的部分 下去把它炒香跟姜片 首先把姜片放进去 姜片放进去之后 接下来我们把干香菇先放进去 把味道香味先把它炒出来 慢慢去把它炒出来 当然现在是黑鮪鱼的季节 所以我们就用 人师傅来都有好料 对 就用真的黑鮪鱼 去把它做一个烹煮 放进去锅子里面 去把它做一个 还有一块 还有一块 对 好 把它炒香的动作 烹 待会就可以吃 好 我现在开始火源 慢慢就给它做一个烹煮 就给它炒香 好 彭一世 今天用到了当归 当归对于我们的心气 对 心血管方面有什么帮助 其实当归在中医 就是讲补血的一方 它可以活血 然后可以化瘀 所以当归的量 如果拿捏得好的话 如果说你是贫血的人 你加一点补气的黄漆 或像他加了很多的菇类 就可以帮助当归补血的效果 如果你是有点胆固醇 然后要去瘀血的话 当归本身 它就有抗粘血的因子 以及很丰富的维他命12 所以对于血液 还有血管的生成 还有去除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那种 就是周状硬化等等 效果都很好的 OK 所以在料理当中 加一点当归 或者泡茶的时候 当归 枸杞 红枣 这些应该也都 泡起来味道是不错的 对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红喜菇 跟美白菇放进去 还有这个 我上面有调了一点点盐巴 好 去把它翻炒 翻炒到让它整个香味适宜 那接下来我们要加一点点这个 香菜的末 下去把它炒出它另外一个 独特的一个香味去 就是香气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 对 堆叠上去 把这个香菜放进去之后 一样去给它做一个拌炒 好 炒到完全有一点像 黑鲁鱼有一点熟化的动作 OK 我这边也要问一下郭主任 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先告诉大家 身体里头有没有动脉瘤 要先透过哪一些检查 或者哪一些人他必须要去检查 就是至少可以保护自己 如果说本身家里有家族史 比如说他有 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 或者是肥胖的病人 有在喝酒或抽烟的病人 他在一定年纪以后 就必须去做这样的检查 像在台湾统计60岁的人 大概有一半的人有高血压 但是不一定会有症状 所以如果你有家族史 又有高血压 那么你应该去做一个检查 做一个电脑断层 看看自己的主动脉 有没有瘤的部分 如果电脑断层一看 电脑断层一看有 那就要赶快看进一步 是该控制好血压 还是说进一步够大了 这样主动脉也许就可以请外科 来帮我们做支架的处理 了解 深主动脉当然就是看它的size 像Paul这种大概4.6 还是建议严格用药 不要太激烈运动 如果太大的深主动脉瘤 还是要考虑太大 好 所以有家族史的 或者长期高血压的人 到了女生55岁以上 男生45岁以上 可以考虑 依照你自己的经济状况 因为这毕竟不便宜 去做详细相关的检查 这一点很重要 好 我们现在要把 黑鱼的部分 倒进去这个汤汁裡面 整个那种汤汁加入 我们刚刚屋主的当归汤跟苦瓜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加一点杏仁粉 是 记得南杏北杏仁 稍微去给它磨成粉 磨成粉 来提它一个香味在 也不用很多 因为如果呢 你如果味道太重的话 感觉像在喝杏仁茶 当归杏仁茶 怪怪的 对 所以味道不要那么重 接下来勾芡的部分 你看 莲藕粉 好 莲藕粉水 把它勾芡 稍微呢 放下去之后呢 我们这道更品就完成了 廣告之后来看 赵建勋他是脑动脉流破裂 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警讯 马上回来 动漫流真的是身上的不定式炸弹 以赵建勋来讲 赵建勋的弟弟赵建勋 他们两兄弟都是医生 但是呢他自己虽然是医生 却不知道自己 突然间爆裂性的头痛 是一个警讯 很不幸的 他才50岁就走了 可以接哥哥回去心情怎么样 很高兴 谢谢 谢谢大家 4月21号 赵建勋到明德外溢间 接哥哥赵建勋出狱 回答记者提问文文有理 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 辛苦了辛苦了 5月5号再度来到监狱 接爸爸遭遇住返家 脸色看来也不错 没想到才隔一个多月 就传出他脑动脉瘤破裂 不幸过世的消息 就连亲友也十分错愕 50岁的赵建勋 原本是奇美医院妇产科医生 离学后开设医美诊所 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脑动脉瘤 他在7号晚间与家人用餐时 感觉头痛 吃了普拿疼 隔天中午仍然身体不适 被送往奇美医院救治 不料病况急转直下 下午1点多不省人事 在晚间6点多拔馆 家人预计在19号 为他举办告别式 9号上午前总统陈水扁夫妇 以前往殡仪馆慰问家属 陈水扁在脸书po文表示 女婿赵建勘对他弟弟说 玩笑开太大了 两兄弟只差一岁 感情迷奸 赵建勘自责救人无数 却无缘救他弟弟一命 他说没见过赵建勘哭得 这么伤心欲绝 他要扮弟弟直到入恋 否则再也看不到了 没有破裂出血之前 其实动脉瘤常常是没有症状的 所以说我们会呼吁 例行性的健康检查里头 加做所谓的脑部的 其他神经外科医生说 脑动脉瘤破裂前 通常没有症状难以察觉 有家族病史三高患者 动脉中央硬化患者 以及长期抽烟者 是高危险群要特别留意 这个消息真的是太震撼了 对 因为我觉得看到这个 我吓到的是有两点 真的是很可怕 是第一个他跟我一样50岁 然后第二个他是医生 而且你的小孩比他还小 对 我小孩更小 六岁跟四岁 然后第二个我又看到说 他之前在发病前 根本完全没有任何异状 所以你感觉说 这种原来的定时灾难 随时可能发生 在我身上的时候 你会想到说 万一发生了 我该怎么办 但是你知道 所以你现在可以去控制他 所以还好 我觉得上天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情绪 让你先知道 你有这个状况跟处理 也了解到所有的状况以后 让我的家人知道有这个状况 不会让他们 第一个措手不及 第二个知道该怎么处理 然后接下来 我看到美国 35岁的孕妇 他也是在预产期间 一直昏倒以后 然后紧急剖腹 把他九个月 小孩生出来以后 引发脑出血 已经开了五次 然后现在还在棋子中 但我觉得这个 比较遗憾是 其实这个状况 跟我爸爸一模一样 那时候是 他也是倒在 美国的浴室里面 但是因为 就是可能倒的时候 没人看到 太久了 去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看 他的嫌疑已经是 其实是已经很大量了 所以已经没办法 所以必须要 拔掉这个呼吸器 但是我觉得 这个最吊诡的是 我爸什么 健检都做 每年最贵的健检都做 所以我觉得 除了有这个家族 只要做以外 还要做对地方 跟做对这个设施 我觉得才对你的这个病情 有最大的帮助 好 这也是我们今天 请到两位一级专家的原因 那告诉大家 到底该怎么样来 预防这种可怕的事情 好 请教一下主任 像赵建勋 你看 他6月7号是有头痛的 头痛当时吃饭的时候 他吃了止痛药 然后他就去休息了 到了隔天起来 还是觉得不舒服 然后到了中午 被太太发现昏迷不醒 送到医院 益科摩抢救也来不及了 等于他在当中 其实至少有 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真的当时去医院的话 会不会有机会 如果他早点就医的话 就是说 一般脑动漫流破裂 他会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头痛 这辈子可能没有这么痛过 然后合并可能会有 颈部降音跟恶心呕吐 那当然赵医师 他是先使用了普拉腾止痛 要来缓解自己的症状 但是如果当时 可以先到医院去救治的话 也许有三分之一的机会 可以让他活下来 那三分之一 有可能会被人残障 但是三分之一还是会走掉 所以这种脑动漫流的部分 在发作 如果你经历到那种很痛很痛的头痛的时候 合并颈部有僵硬 恶心有吐 劝大家还是要及早就医做一些检查 来确定自己到底为什么头会这么痛 做进步处置 原本没有症状的人 但是如果已经有这些症状的话 代表说他在生活当中 就可以自己先观察到了 如果说像脑动漫流如果不是太大 它不会有压迫到某些组织或神经 我想问一下 以我们刚刚讲 我们的主动脉瘤 像你说这个三公分不算大 五公分以上才要开到 那pose是4.6公分 那脑动脉瘤 因为我们的头就这么小而已 那他脑动脉瘤 它可以大到多大是需要处理 一般来讲如果说像 及早发现的话 其实三公分以上了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心导管的方式 去把血水管 脑动脉瘤给栓塞掉 大概会像这一颗这么大 小一点的时候也可以做 因为太大我们怕弄破掉 但是你看 所以我们不要让它长到这么大 因为这么大感觉 我们的脑已经好多地方被压到 对 所以你刚刚说压到之后 就会产生一些症状 哪些症状 比如说它可能会压到动眼神经 它可能复视 或者眼前会莫名其妙下垂等等 如果你出现这些症状 又有莫名其妙头痛 那应该去做一个核瘤共振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 所谓的脑动脉瘤的现象 要不如果出现一些极限状况 大概就三分之一的法刺 破裂了 三分之一会死 三分之一会残 三分之一会活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无情的一个现实 好 所以如果可以提早发现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拆弹 然后有机会不让它引爆开来 那引爆的这个引爆器 一样是血压吗 有可能是血压或者是一个情绪 或者是比较大的动作 就引发这个动脉瘤破裂之后 那就会产生所谓的一些 脑出血的一个状况 那么如果及早就会 也许它身体的某些把握机制 因为脑出血之后 身体会分泌一些血管收缩的一个荷蒙 让它血管收缩 不要再去扩大这个出血 但是也有些没有及早注意 它的出血持续的话 就会变成大片脑出血 然后组织就可能造成死亡 了解 好 那我们身上 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包括生主动脉瘤 或者脑当中也会出现动脉瘤 那请教一下陈医师 这个身上已经有动脉瘤的人 因为全身血管是一样 它会不会比照在其他的地方 要特别小心 主持人说的没错 这确实我们心血管疾病 都会有一些共通的一些危险因子 所以如果你在腹部 或是胸部有个主动脉瘤 其他发作的地方的机会 确实会比一半很高 所以再回到Paul先生这边 其实这是一个幸运的事 就是他从检检中 已经先发现是预防 那不是等到悲剧已经发生 所以其实 所以感觉上还要去做其他检查 对 把其他还没扫到 先扫一下 至少了解一下 对 扫地雷的概念 这样安心嘛 扫地雷扫到了 我们就把它拆掉 没有就最好 扫的话就处理掉 OK OK 那彭医师你有遇过吗 像这种脑动脉瘤 然后他可能去 就是在控制当中 或者已经处理掉了 我临床有一个55岁 是那种高阶 受险公司的那种主管 那就是公司会做很精密的检查 所以发现他的脑部 有一个0.1公分的动脉瘤 真的是很小 但是他会很担心 然后就像医生讲的 发生了也不会消 所以他就想说 西医都跟他讲观察 可是他在等待这些 非常的担心 他就说中医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来帮助他 好好的就是保养 不要让他变大之类 对 这很重要 因为他本身也没有高血压 然后饮食各方面都非常的注重 然后我就跟他说 其实中医有一帖 叫做单身 然后黄旗 当归 以及穿穹的一个药方 所以这除了脑动脉瘤之外 像Paul这样子的 有任何动脉瘤的人都可以 原则上他是针对于动脉瘤 就是动脉的部分 为什么呢 其实我特别讲 这是因为单身他可以通过 所谓的血脑屏障 所以他这样的药效 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脑部 到达一个所要的部位 他主要作用就是抑制 血小板的凝集 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换支架 或者是装一些人工伴膜 在吃抗粘血剂 你又吃单身这样的药材 你要很严格的去监控你的PT APTT 有的效果会比较好 有的是不行 对 然后像黄旗跟当归 就是一个补气一个补血 加强它活血的作用 那穿穹也是入脑窍 所以这一帖是比较偏上 针对脑动脉瘤 对脑动脉瘤 那如果是针对动脉瘤 就前面这三样就可以了 哪三样哪三样 就是单身 当归跟黄旗 这样就可以 好就是不要穿穷就对了 不需要穿穷 因为中医有所谓的引药 它会把这个药的药效 往上引到头部去 那像我们没有事的人 或不知道的人 喝这个药有什么 OK的吗 平常 以前他们是在跌打损伤里面 就是这样有的 非常 对 很疲劳的时候 或者是那种 确定没有任何原因 引起的头痛 或是疲劳 他们就会吃像这样的药体 来保养 中医有一个双向调节 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疾病 它可以有一个治疗的效果 如果你没有疾病 它不会有一个什么害处 因为它就是像食物这样子 好 广告之后我们来看 我们今天一再的提到血压的控制 那血压除了我们看说 血压有没有太高之外 我不知道朋友 有没有注意 你两个血压之间差多少 这个麦压差是更重要的 还有夏天养心的料理 等一下回来 避免你的身体出现像动脉流胀的不定时炸弹 你的血压非常重要 那在我们健康2.0的官网有很多健康的文章 在当中关于血压的部分 除了告诉大家 血压不能太高之外 两个血压之间 收缩压 舒张压之间 还不能差太多 不然更危险 对 其实目前大部分的治疗原则都是建议说 你高血压比较超过130跟80 但是如果说你的高低压中间差别太大 那个是所谓的麦压差 那如果麦压差太大 其实它超过60以上的时候 也会增加所谓的心血管疾病 还有脑初血的比例 它虽然不会影响到我们 会不会产生所谓的缺血性脑中风 但是太高的麦压差 会导致初血性脑中风几率会上升 那新血管死亡率是不会影响 但是会影响到中风 那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是代表我们的舒张压出什么问题 一般的年轻人血管弹性是好的 也没有那么的硬化 所以一般年轻人 他的舒张压会比较高 所以有些甚至是单独的舒张压升高 但是这种我们也认定是高血压 那如果说到了年纪变大之后 因为动脉的硬化 血管弹性变差 变硬 那么这个舒张压它就会慢慢慢慢降低 但是高血压可能会逐渐逐渐的上升 像健保级统计的这套库 台湾大概60岁以上 至少有5成以上变成是高血压 所以如果说当它的舒张压变低 它的收缩压还是高的 那么麦压就会上升 超过60 它的新血管疾病的几率就会上升 好 就代表你要放松的时候 你的血管已经硬化了 也没有办法真正放松 然后你的血压又一直拉高 两个差很大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好 那在饮食上 我们夏天养心知道中医用红色的 所以雷师傅准备的这道都是红色食材 对 我今天做的这道是火红洛神牛肉 其实我们要分两次炒 第一次我们就要把这个红凤菜的部分 先把它炒熟 首先在锅子里面要放芝麻油 记得炒红凤菜 油 火 锅都要稍微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红凤菜在炒的过程 有的人会加水下去 其实不对 红凤菜不会好吃 所以我们就是让这个红凤菜的部分 就是让它有一点吃 就是把它洗干净之后 每一个叶子要刷 因为它会咬沙 给它刷干净之后 泡一点水 让它在里面含水量比较高一点 炒出来红凤菜才会好吃 了解 这个似乎 是 我们现在把这个红凤菜 直接把它加进去 你看其实里面水分很多 现在我们火是稍微比较大一点 跟稍微油 去给它做一个拌炒 让它拌炒到软化为止 你看我现在把这个红凤菜 这样翻炒 等一下翻炒过程 你可以发现它油亮油亮的 而且它吃起来会有一点滑滑的 那种感觉 又脆又滑的那种感觉 其实黄凤菜要这样尝 才好吃 对 你另外准备的红色食材 包括了像牛肉 牛肉 肉神花 番茄 红椒 红椒 还有辣椒 对 还有苹果 是 我们用苹果泥 对 用苹果泥 好 彭斯为什么说红色氧心 其实我觉得中有那种五种颜色 入五种仗主的说法 这种老祖宗的智慧真的很特别 中一就是讲干心 脂肺肺腎之五这样 它对应的颜色就是绿色 对应干 所以像绿色的毛豆 它有骨光肝胎 它就可以保护肝脏 会让它有代身抗氧化 那红色食物像番茄或红凤菜 它一样 且红素也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 可以抗磁管内皮的发炎 或者是红凤菜的铁汁 可以帮助我们养心脏 所以我觉得适时的 透过食物的颜色 吃对食物就可以 养我们身体的脏子 奥 你喜欢吃这些红色的东西吗 牛肉很爱 对 那其他菜类的就好 牛肉有点太高了 对 现在要加一些红色菜进来 对 多一些辣椒跟苹果 所以你现在饮食比较清淡 像过去牛肉 你应该常吃牛排类 对 牛排还加什么黑胡椒 那些什么酱 加一大堆超咸的 这样超好吃 但现在因为跟那个 所以有时候就是烫一烫 然后蘸一些油这样吃就可以了 对 没错 身体健康最重要 好 我们现在把红凤菜炒好了 油油亮亮的好漂亮 包括连我们洋葱 都把红凤菜的颜色炒进去 非常漂亮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 锅内再度放入感染油的部分 加进去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先把番茄放进去 番茄放进去 就把它炒一个熟化的一个动作 而且番茄有油 它的解红素大家也容易吸收 是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红椒的部分 也把它放进去 好 师傅你很特别用了洛神花 对 为什么 其实洛神花会有点酸甜感 但是真正好的洛神花 吃起来不会有酸甜感 那就经过加工过 真的喔 对 真正好的洛神花 你泡出来洛神花才是有点色色 真的啊 色色的 所以你为了要解掉这个色色的口感 它才去加了酸甜 加了一些糖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接下来把牛肉的部分 就是整个瘦肉是没有肥的 把瘦肉放进去之后 也要让它在锅子里面 稍微平留一下 接下来我苹果泥的部分 现在就已经放了 现在要下 现在就放了 苹果泥的让它放 肥胃吗 对 让它有点焦糖色出来 把苹果泥放进去 再炒这牛肉的颜色 会很漂亮 会比较漂亮 好 雷师傅我问一下洛神花 因为如果买是干的 对 那你泡大概要泡多久 这样子讲 其实洛神花洛神果 它干回来之后 泡一下水五分钟之后 让它稍微软化 就要开始洗 洗完再泡 这个汤才能用 但其实里面都是沙 都是有一点 都会有一种沙的感觉 就要分两阶段 第二阶段的这个汤汁 就可以使用了 好 我问一下凯云 两种 像我们要放 哪一个要先放 洛神花先放 不对 是 番茄糊 对 因为洛神花放下去之后 其实整个味道 都会咬进去整个食材里面 它的味道提味 是没有办法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把洛神花的颜色 跟它的这个提味感 放进去之后 整个颜色会很漂亮 整个口味也会很棒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放进去 开始让它慢慢去收一下 接下来我要放的是这一个 柏檐酱油的部分 柏檐酱油放一点进去 柏檐酱油放一点进去 对 柏檐酱油放进去 就给它做一个拌炒 你看其实你给它想像 所以我们在炒这个 所谓的酱汁牛肉 酱爆牛肉 像有的人就会用什么 用沙爹酱 沙茶酱 其实它的概念是一样的 我们就用这种概念 去把它这个牛肉把它炒熟化 一样稍微火稍微大一点 把它炒熟化 那接下来 我们稍微让它煮一下 整理一下这一盘 我们准备要起锅了 红色食物帮你补心 推荐这道火红热神牛肉给你 红凤菜 红番茄与红辣椒 搭配鲜嫩的牛肉一同烹煮 花香点缀 酸辣开胃 好 这个安吉吉的帮你养心 来 我请问一下主任 如果量血压 我们一天大概要量几次 然后怎么量最准 一般我们血压一天 还是建议早晚都量 那么早上是起床 后的一个小时内 吃药前 早餐前要量 量的时候先休息十分钟 然后量两次 每次间隔一分钟 以这两次的平均值 来当做早上的血压 晚上是睡前的一个小时内 一样休息十分钟 量两次 间隔一分钟 以这个平均值 来当做晚上的血压值 好 所以这非常重要 大家要有量血压的习惯 早晚各一次 把血压给控制好更健康 下次见 拜拜 喜欢健康20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 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 慢慢外出 你让做感情 我们更在做咯 径 Mo了 这么多 我们选择 因为 going ź不般 不halb 开启小铃铛 애要 我看看 你可以给你 戴